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名给荷兰首相马克旅特写了一封请愿信 三百多名村民在联名信上签名按手印 他们希望马克旅特先生能够理解张公祖师爷对他们的重要性 希望荷兰政府早日让张公祖师爷回家 相传张公祖师是北宋年间人 他幼年的随母亲改嫁到了阳春村 小的时候是一个放牛娃 有一次放牛的时候受到了高僧的指点 皈依佛门之后 他广洁善缘 救苦救难 自己采集中草药 免费为周边的村民治病 在当地拥有极高的声望 张公圆祭之后 肉身尚未腐烂之时 被镀金 肃成了佛像 肉身做佛的持有者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建筑师 他表示如果佛像确实就是福建村庄供奉的祖师 那么他愿意归还 不过有这样的一点出入 那就是福建佛像是1995年农历十月被盗的 而他有证据表明 自己是在1995年年中就在荷兰见到了这尊佛像 因此他并不确信这两尊佛像是同一尊 好在他也愿意做DNA检测 为佛像验明证身 另外福建省文物局也将提请上级主管部门 通过正规的渠道 开展该文物的确认和追索工作 好再来关注马来西亚 照片当中的是一家四口 他们正在给小哥哥杨连恩庆祝三岁的生日 你看爸爸旁边的就是杨连恩 去年7月他患上了罕见的血液病 经过好心人的捐献 成功的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 这才有了这张温馨的照片 去年5月份小连恩反复发烧不退 经过了两个月的检查 医生确诊 他患上了罕见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由于要支付庞大的医疗费和手术费 小连恩的家人向当地的一家基金会求助 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不但解决了医疗费的问题 更是在最佳的治疗期找到了配型的骨髓 是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骨髓捐献者 3月6号连恩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 手术进行了7个多小时 连恩的妈妈说 手术很成功 只是小连恩在手术后出现了一些状况 肝皮肿胀还有黄胆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 再加上连恩的坚强意志力 目前他的状况还不错 已经暂时从家户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 因为骨髓捐献者都是匿名的 连恩一家并不知道这位好心人是谁 他们想通过媒体对这位捐献者表示深深的感激 同时也向帮助过小连恩的每一位好心人说一声谢谢 好 再来关注中国 您看 这位老先生是一名南桥鸡公 他的名字叫做蔡明逊 日前在山西因病去世 享年98岁 蔡老先生的儿子蔡联合说 此前在世的南桥鸡公在中国国内也不过六七位 加上海外的总共才14位 父亲去世之后 在世的南桥鸡公就只剩下13人了 平均年龄都在90岁以上 蔡明逊是广东人 15岁的时候随一些客家人去马来西亚的试乃谋生 起初在一个波罗园里打工 后来又学会了开汽车 每天是早出晚归 挣得又少 非常辛苦 抗战爆发之后 试乃的爱国华侨黄子松 响应乔领陈家庚的号召 在1938年招募了两批爱国青年 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包括蔡明逊在内的15人 于1939年的2月13号 驾驶着由南洋华侨宣赠的14辆汽车 经新加坡等地辗转回国 路途遥远不说 途中还遭遇到了日军战机的轰炸 历经重重主难 最终只有蔡明逊和李文官 两位南洋华侨驾驶着两辆福特卡车 到达了延安 此后一直为抗战前线 运送弹药等军需物资 据蔡联合回忆 父亲对自己非常的抠门 但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全部工资 都捐赠给了国内抗战 老人93岁那年 青海玉树遭遇震灾 他还骑着自行车 跑去山西省桥连 为灾区捐款 蔡明逊老人去世之后 目前山西省只有苏荣路 一位南桥机工了 好 再来看香港 您知道吗 香港目前有将近11万名 认知障碍症患者 也就是脑退化症患者 照顾这些患者的大多是家人 而这些照顾者所面临的压力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 由于他们的平均照顾时间都在6年以上 不少人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 失眠 想哭 胃口差 经常感到惊慌 伤心寂寞烦恼 女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变得是越来越紧张糟糕 时间一长 导致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如今这个被忽视的群体 也开始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关注 香港民间团体从2011年到2014年 实行了脑半同行计划 尝试着通过辅导服务 减轻照顾者的压力 通过一系列的辅导 500位参加的照顾者 在心理社交照顾技巧等方面 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使有严重抑郁症状的照顾者 从137人下降到了81人 有严重压力感的 从202人下降到了136人 我们说照顾人 首先咱自己得是健康的 无论身体还是心理 只有健康的状态 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身边的人 好 再来关注西班牙 据西班牙欧华报报道 最近有一些西班牙的华侨 准备要举家回国发展了 为什么呢 原来近期欧元不断的贬值 加上当地经济不景气 很多华人都陷入到了 是走还是留的 这样一个迷茫当中 在仓库区做批发生意的陈老板说 购买商品的客户支付的是欧元 而他们支付给中国国内的 却是人民币 欧元持续贬值 他们已经没有利润可言 能不亏本已经是万象 做生意的商人尚且如此 打工的侨胞更是苦不堪言 乔报王先生说 自己在国外好不容易攒了2万欧元 原想着能够换成16万元人民币寄给家里 汇率这么一跌 一下子缩水好几万 真是有苦难言 面对欧元下跌 有人欢喜有人忧 那么欢喜的是谁呢 留学生 他们是拿人民币来换欧元使用最多的一个群体 欧元贬值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更少的花费来完成学业 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好 再来看澳大利亚 画面当中的这些人啊 每人手中缝制的是一块砖 你能想到是哪的砖吗 我来告诉您 是中国长城的砖 原来他们都是澳大利亚的布雕爱好者 带着他们缝砖的人就是他 对 说话的这位刘欣 今年58岁 近日由他发起的万人共筑布雕长城 在北京正式启动了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中华民族的结粮 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 是大家的力量才能做出来的剧作 能够把华人都联系起来 也是我的最大的愿望 这部作品完成之后 长约18米 高约6米 将用我手中的这个小方块拼接完成 那么您知道这么大的一幅布雕作品 需要多少块这样的小方块吗 我告诉您 108块 也就是需要108个人制作完成 这不 澳大利亚的华人已经开始制作了 北京的布雕爱好者也在积极的筹备着 在澳大利亚布雕界的刘欣被称作是顶针夫人 为什么呢 因为2000年他发明的布雕工具压线顶针和拼布针脚规 从澳大利亚传到了欧洲和美洲 他的布雕作品更是唯妙唯孝获奖无数 刺绣是线的艺术 布雕是布的艺术 比如说你看这个蝴蝶 这些黑线是黑布做出来的 然后要把毛边挖下去 所以它那个难度不同 布缝的地方鼓出来 缝的地方陷下去 它这个艺术突出一种软浮雕的效果 这是布雕的标志 请了解万人共筑布雕长城计划是在5月份完成 将会在美国休斯敦国际布雕节展出之后 捐赠给中国作为永久珍藏 目光在聚焦美国 最近在皇后区大雪点经营中餐馆的华裔陈小姐 遇到了一群吃霸王餐的客人 让她束手无策 三个白人小天经 点了差不多70块钱的东西 吃完了以后 他们就跟我们说要付款 但是拿了一张名料卡出来 但是我们餐馆也在门前 面对各位亲戚说我们这边不接受商卡付款 其中两人便说去取钱 还留下一人在店里 结果等陈小姐一不留神 另外一个客人也不知了去想 等了20多分钟也没见回来 这才意识到被吃了霸王餐 其实不少纽约的中餐馆都遇到过吃霸王餐的客人 他们的手法大多是揪根头发 或者是拿一只虫子放到饭菜里 说餐馆卫生有问题 威胁要向卫生局投诉 然后要求餐馆免单 这都还比较容易对付 可是像陈小姐遇到的这种客人 还是不太多见的 而且这些客人跟一般的客人没有什么两样 很难判断是不是来吃霸王餐的 对此美国华人餐饮协会主席陈建荣建议 餐馆安装摄像头 把这些霸王客的模样录下来 放到网上给他们曝曝光 同时还能给其他餐馆起到提醒警示的作用 好 再来关注尼日利亚 近日尼日利亚总统和国民议会进行选举 部分地区出现动荡 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提醒当地侨胞和中资企业 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动向 大选期间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外出 不要参与或者是围观集会游行等活动 建议暂停在偏远地区的作业 强化安保措施 在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周边情况 不要长期逗留 好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日本 近期中国驻日本使馆接到了多起中国公民 再入境日本被拒的求助电话 当事人都是在日本长期拘留的人 因为出境的时候没有提交再入境申报卡 或者是没能够在锁田申报卡规定的期限内返回日本 失去了在日本拘留的资格被拒绝入境 根据日本入管法规定 在日本长期拘留的外国人 如果计划在拘留期限内出境后再入境 需要在出境前获得再入境资格 最后再提醒您一句 再入境资格是无法在日本境外获得的 再来关注英国 近日英国BBC中文网举行 2015英国政治与华人社区座谈会 参选英国国会五月大选的四个党派的参选人和代表 参加了讨论 这其中就有11名华裔候选人 他们大多是医生 律师 工程师 或者是企业家等专业人士 这个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根据英国政府2011年的人口普查 英国华裔居民的人口大约是43万 占到了英国总人口的0.7% 虽然是第三大少数民族族裔 但是在议会讨论关乎华人移民问题的时候 华人却很少发声 因此在政策的起草过程当中 华人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 据我们了解 大多数华人到英国都是从事餐饮业 但都尽力的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而从小生活在英国的第二代华人 就有了更多的自信 集体的参与政治 希望能够让英国议会和政府高官 倾听到华人的声音 好 再来看马其顿 在建议举行的马其顿 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上 中国诗人北岛被授予最高荣誉金花还奖 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二位华裔桂冠诗人 第一位是在1998年获奖的中国诗人绿元 金花还奖是国际诗歌界最权威的奖项之一 历任获奖者包括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奥登 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诗人艾伦金斯堡等 该奖多位桂冠诗人 悉尼 聂鲁达 蒙塔莱 布罗斯基等等 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目光再转向澳门 近日第四届卷文不朽 澳门文学节在澳门旧法院大楼开幕 主办机构邀请了知名作家王安逸 葡萄牙战地记者埃里诺 澳门本土作家陈彦华等 30多位国际和两岸四地的作家 艺术家和导演来到澳门 举办了视觉艺术展览 书籍推荐 摄影展 音乐会和校园座谈等多项活动 好 我们把视线再转向阿根廷 日前阿根廷金长城基金会和华人妇女儿童基金会的代表 来到了位于布宜诺斯艾里斯省西部龙上市 向当地贫困家庭的儿童捐赠校服文具等物资 基金会代表陈静说 这些看起来简单的东西 对这些孩子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能把物资送到真正需要的小朋友手上才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50年前他家境贫寒 只能捡抱纸铺在地上取暖睡觉 而50年后他设计珠宝作品有些价值甚至过异 那么他是谁呢 让我们去香港认识一位艺术大师 蝴蝶 蚂蚁 价值三亿元人民币的斗鱼 还有这条命为真空庙友的项链 这些珠宝作品的工艺都十分复杂 艺术家为了制作这条真空庙友珠宝项链 光是失败的原料就有三十多件 每件都至少花费三个多月的时间 真空庙友珠宝项链花费了艺术家十四年光阴 那么这些形象各异 巧夺天空的珠宝作品都出自谁之手呢 就是他 香港著名的珠宝设计师陈世英先生 如果你爱这个宝石 你爱你的工艺 你就不停地在攀高峰 往往攀到一个高峰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真正的本性 就是爱上面去 这件珠宝是用红宝石和粉红钢玉镶嵌 以黄金为骨架制作而成 鸟的嘴上是一颗6.6克拉的黄钻 而且这枚胸针足足有15厘米长 那么这么大的珠宝能戴在身上吗 我把钻石的那个感觉 还有棺材完全展现的比它原来的更练丽 但是戴起来都会变形 但是没办法戴超过五分钟 这个就失去了一个珠宝的意义 陈世英不允许自己的作品有半点瑕疵 他决定使用比黄金重量更轻的金属 他发现钛的重量不到黄金的五分之一 记忆性却是黄金的十倍 可以用很小的爪把宝石固定 让更多的光进入到宝石的空间 反射更加丰富多彩的光芒 但他很快就发现 想把钛金属打造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并不容易 那个时候也不能去把它从固态变异态的 用火怎么烧它都不会流动的 可以说在这个创作跟施工的时候 就是好像往石里撞 撞到没得撞 也把这只死掉 不管怎么样都要把它完成 经历了八年的研究和实验 陈世英终于掌握了钛金属的核心技术 2009年 陈世英带了16件用钛金属制作而成的珠宝作品来到瑞士 自己出资在巴塞尔珠宝展期间开办了一个发布会 这一革命性的成果 震惊了西风珠宝界 也解决了珠宝界多年来一大发展难题 2012年 陈世英获邀参加在法国巴黎大皇宫举行的 第26届巴黎古董双年展 成为史上首位在巴黎大皇宫获邀参展的 华人珠宝艺术家 他展出的作品总价值超过19亿元人民币 其中他制作的一套名为长城的珠宝作品 价值约为4以6千万人民币 创下了当年双年展的价格之最 他精美绝伦的珠宝作品 也吸引了时尚名人卡尔拉格斐 影视明星苏菲玛索等众多名流 亲临展厅 如此璀璨夺目的珠宝作品 也吸引了很多世界顶级珠宝厂商 请陈世英担任珠宝设计总监 并开出了极具诱惑的条件 一家公司他一年就给付我一千万美元的设计费 结果我拒绝了 然后他没有两分钟就加到两千万 最后他觉得三千万你应该会欠下来了 一年三千万美元的设计费 陈世英最终拒绝了这家珠宝品牌 对于他来说 不重复自己追求创新 才是自己永恒的追求 这个蚂蚁有两颗珍珠 这个天然的珍珠 其实在很多的珍珠里面 我看见这两颗 如果配合起来有点像蚂蚁 所以其他的部分 我就把它设计变成蚂蚁 这里就是香港的太平山顶 也是香港比较有名的一个清静的地方 陈先生有时候会来这寻找灵感 陈先生您这是在做一个蚂蚁 是的 以前我看到这个蚂蚁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把它抓回家的 在回家一起研究它的动态 好像现在你看它那个动作 就是在洗脸的那种感觉 是特别的好玩 就像您的作品中 它在挥舞着那个牵爪 是的 这边的蝴蝶也很多品种的 你看到这个白的灰的 那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抓住它实际的那个形象和色彩的时候呢 我也会用水晶把它叼得很模糊的 正是由于对自然界弱小精英的好奇 陈时音创作出了自己的蝴蝶系列珠宝作品 这是一件名叫织女的作品 宝石里面是一只真实的蝴蝶标本 把天然的蝴蝶标本作为珠宝的一部分 然后在蝴蝶的翅膀上镶嵌水晶和宝石 用光在水晶里产生的折射 又将蝴蝶的特殊斑点折射回宝石上 整件作品让人叹为观止 那么陈时音是如何成为一名珠宝设计师的呢 陈时音1956年出生于福建 五岁时跟随父母来到香港 因为家境贫困 陈时音只读了三年小学 就辍学跟着家里的大人一起做事 16岁开始跟随当地的师傅学习雕刻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做学徒通常都是三年期满 但是陈时音跟着师傅只学了九个月 就出现了问题 每天有时不是帮师傅做家庭的容忍的事 就是帮西中门啊 再饭啊 洗碗啊 所以真正每天在那个雕刻的时间是很短的 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学下去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学会呢 所以我九个月就离开了师傅 陈时音回到家后 母亲给了他一千块钱 让他自己创业 他拿了六百块钱买了机械 四百块买了孔雀石 可是短短九个月的学徒生涯 他并没有学到过硬的本领 面对孔雀石 他竟无从下手 他打听到尖沙嘴有一个古玩市场 就准备去那里模仿别人的作品 十七八岁的时候来到这边 他看见你来的就是好像学徒嘛 穿衣服啊 谈吐了 就没有那种胆子 所以呢 不会不给你进去的 但是自己也不敢进去 因为他门面这么大 看见都不敢进去 那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外面 就在外面 还是就偷偷的在偷画了 在那段时间里 陈石英像海绵一样 吸取着古人艺术品里的养分 就这样 依靠黎摹古人的艺术品 他迈开了艺术之路的第一步 大十年里面呢 我雕龙雕凤雕佛像 就是雕全都是中国体材的东西 所以对中国的这个雕刻的 这个文化跟技术呢 是不停的在吸修 这里是澳门的旧西洋坟场 在很多年前 陈先生掌握了东方的 传统的雕刻技法之后呢 又对西方的雕刻艺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经常走一个小时的路程 来到这里 对 这个地方也就成了你学习 西方雕刻艺术和临摹的一个地方了 澳门旧西洋坟场 建于1854年 这里安葬了许多在澳门去世的葡萄牙人 陈世英一走进这里 就被这些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雕塑给迷住了 他开始一边离摸西方的雕塑 一边尝试着把西方雕刻方法运用到自己的雕刻作品上 在他的工作室 记者看到了十几年前他的水晶雕刻作品 这个作品还未雕刻完成 但从作品中可以看到 他已经开始运用了西方的雕刻手法 这个就在西洋粉藏西修的西方的雕刻的技法 所以我就在水晶里面反过来再做内雕的技术 就是说从这里面 对 就是从这里 就从这里掉进去 那非常难的 对 这个就有一种逆向思维 不停地在锻炼 因为这个从这里看进去的 完全是很难看到一个人像的 但是你必须要在正面的话 你要看到 你要表达的实际的人像 在探索新的工艺的过程中 陈时英还自己改造设备 为此经历了很多次危险 这要操作不好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个比较危险 所以一开机的话 力量那么大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小心了 我那个的这个盘是自己做的 所以就是这个雙部镜 从这里一飞出来就跑到这边了 这是当年这个不小心给受伤了 是的 就是被这个刀给磨了 这比这个更锋利的 这个不是很锋利 为了探索新的切割工艺 陈时英受伤不止这一次 在那段时间里 陈时英几乎完全放弃了 手上赚钱的灵活 全身心地投入到 对新工艺的创作上 她的生活一度变得非常的艰难 那剩下那个米 大概一个小杯这么多 就是要分三天 煮稀饭来吃 这么一杯米要自己要分成三天来煮稀饭吃 她生活太困难了 天道酬勤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 陈时英终于在33岁那年 将传统浮雕 阴雕和宝石切割技术 融于一炉 使创五面倒影雕刻法 并用这套独特的雕刻方法 创作了珠宝作品 《荷拉女神》 在这件作品中 陈时英只是在水晶上 雕刻了一个面 通过特殊的切割方法 折射出来 却有五个面 正是这件作品 让珠宝设计界认识了陈时英这个名字 珠宝界把陈时英创立的五面倒影切割法 称为适应切割法 从此也奠定了他世界顶级珠宝大师的地位 据我所知 陈时英还向世界公开了自己掌握的 钛金属核心技术 只为激励自己在珠宝设计艺术上更进一步 他作为一位珠宝设计师 不仅有高超的技艺 更有超人的修养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